而我们的业内同行们 也纷纷用自己的所言所行 印证着品质二字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有无数业界翘楚 奉献品质佳作 展现品质风采 而今天 他们更将在此汇聚一堂 共续品质初心 是的 这些优秀的电视剧的 剧作代表 导演 编剧和演员们 也将会在这里收获自己 用心创作 追求卓越的品质之果 同时收获我们 忠心的掌声和敬意 而现在各位嘉宾 也已经来到了 我们2024电视剧品质盛典 红地毯仪式的现场 让我们一起欢迎他们 欢迎 第一组向我们走来的是 他从火光中走来 剧组各位主演 吴刚 唐小天 王子晴 欢迎 他从火光中走来 于2023年12月 登陆东方剧场 这部剧笔触鲜活 勾勒生动 为观众带来了和平路特勤战 消防员们的热血故事 穿越火光 向险而奔 今天我们也感受到了 热血消防小队 无畏向前的帅气 勇气和正气 欢迎各位 我们也给媒体朋友一些时间 三位剧中的消防员战士 太帅气了 一出屏幕的正气 好 那有请三位来到我们身边 欢迎三位 欢迎 欢迎 太酷了 那我们首先请三位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唐小天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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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样 都一样 咱俩一块说 大家好 我是吴冠 大家好 我是王子晴 大家好 我是唐小天 这个他从火光中走来 上映这么一段时间的 我看的网上有200多个 官方的消防微博账号 都在点单转发你们的视频 我觉得这是对于你们演技 包括你们这个角色专业程度 一个认可 那我特别想问小天和子晴 就是你们做了哪些功课 让你们的这个消防员形象 这么真实 我们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在开机前 和真正的消防战士 观察了他们的生活 还有训练 包括他们的出景 然后去观察他们的细节 然后体验他们的生活 跟着他们训练 然后把自己尽量地去变成一个 真正的消防员 对 那个仔细说的已经挺多了 然后我自己就是 本来想健身健得很强壮 有一种安全感 但是最后发现 好像撞了就不对了 因为瘦小的可以钻到很多地方 去营救咱们的受困人员 真的用心了 谢谢两位 其实有很多细节在里面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 这次吴刚老师来 是带了另外一个身份来的 您是在后浪当中 饰演了任兴正教授 对吧 而且您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个 传承中医药文化的教授 听说您也做了特别多的功课 好像还特地去了趟大理是吗 对对对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是做了功课的呀 向您学习 都不外传的 是吗 真的是因为我们是外行 这样要想塑造一个好的人物 我们必须要做功课 体验生活是我们必修课 谢谢吴刚老师 也谢谢两位 深入生活呈现品质好剧 请各位到我们的品质打卡点 继续您今天品质之旅 谢谢 谢谢三位 好 那接下来要走上红毯的是 电视剧《繁华似锦》的两位演员 张雨琪 高伟光 让我们欢迎她们 由上市营业出品的 都市职场情感剧《繁华似锦》 不仅讲述了成年人的爱情 更是一部聚焦都市女性成长的奋斗史 剧中男女主角细腻自然的表演 和超高的人物话题度 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关注 《繁华似锦》凭借爱情事业 两手抓的真爱故事 于2023年7月登陆东方卫视 收视取得良好成绩 那么也给媒体朋友一些时间 拍照留念 欢迎二位 我们可以有两人的合照 也可以单独有自己的合影 两位的气场太足了 真的感觉就是从电视里走到了 我们现实生活中两个大男主大女主 隔着好几米我都感觉到了 一出屏幕的气场 有压迫感是不是 好 那我们有请高伟光 欢迎刘念 好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身边 有请 欢迎二位 欢迎两位 太美了 天哪 一席黑群 欢迎 欢迎 欢迎二位老师 那我们先给大家简单来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演员张雨琪 大家好 我是演员高伟光 欢迎二位 那这次其实两位在剧中 有非常非常多的对手戏 那究竟两位谁的气场更足呢 能不能来给我们一个展示PK的机会 那一定是我们苏默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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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气场是跟身高成正比的 1米91的气场 我这个这么高的身高 在我们苏默面前也是一个陪衬 两位都太谦虚了 那我们一起用一个有CP感的动作 摆个姿势 对 怎么样 好 3 2 1 哇 气场扑面而来 而且于琪老师也是我们电视剧品质盛典的老朋友了 这一次再来2024电视剧品质盛典 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就是我觉得自己家门口 然后做的盛典肯定是非常非常想来 年年都参加了 希望自己每年的作品都能够在这个盛典播出 然后掌握很好的成绩 希望我们盛典越翻越好 好 期待明年再见 还有伟光老师 期待我们东方卫视品质盛典越翻越好 越来越强大 我也经常能够参与进来 谢谢 那希望明年还能再见到二位 再见二位 我们明年相约 好不好 好 现在请到我们的品质打卡点 继续今天的品质之旅 同时我们的镜头来到我们的品质打卡点 来看上一组 它从火光中来的精彩展示 现在走上红毯的是演员关晓彤 由她担任女主角的电视剧梅花红桃 于2023年10月在东方卫视首播 这部剧展现出了抗战时期 有志青年的蜕变与成长 关晓彤在梅花红桃中的情感表达细腻 多层次的生动还原角色特质 也让东方卫视的观众 记住了这位国民闺女 极具张力的品质风采 那我们先请晓彤在签名板前 留下自己的签名 然后我们再给媒体朋友 一些拍照的时间 今天晓彤的这个装造 也是用过心的 一席长裙 和剧中的女特工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对 粉丝们都在喊小童好美 好的 欢迎小童 欢迎小童来到我们身边 太好看了 哇 自欣说一句 我真的很喜欢你 小童虽然今年只有26岁 但是已经有23年的功龄了 老戏骨了又算了 是不是可以说是我们电视剧品质 上点最年轻的老演员 那其实我们知道 之前小童参演的更多的是 都市剧还有古装剧 那这次饰演挑战的是 叠战剧的女主角 是不是也是一次新的体验和挑战 对 因为之前没有尝试过 然后包裹里面也有很多开枪的戏 然后所以我觉得也是一次新的体验 然后一次有突破的挑战 听说你的走路姿势 还专门学习过了是吗 对 可能因为之前就有点太 太烈巴了走的 所以就是然后提前也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形体啊各种 因为穿的衣服都比较板正 好的 谢谢小童 请到我们的品质打卡点 继续你今天的品质之旅 谢谢 谢谢小童 那现在来到红毯的是电视剧 在暴雪时分的总制片人高称 和两位主演吴磊 王兴月 此刻我们看到红毯上的观众 现在已经开始翘首以盼了 两位帅气阳光的男演员即将出现 哇 我听到现场的尖叫和掌声了 欢迎三位 在暴雪时分呢 于2024年2月登陆东方卫视东方剧场 该剧讲述了天才斯诺克选手 和九球少女的情感故事 呈现出一场爱与梦想的成长之旅 那我们就先请三位签字 好的 观众朋友们 上微博参与电视剧品质盛典话题讨论 分享本次红毯仪式的精彩瞬间 电视剧品质盛典官方也在微博上发起了 品质盛典剧目推荐与活动 上微博发表您的剧评观后感 为喜爱的作品加油打气 那让我们三位多留一些时间 给媒体朋友好不好 好 我们有三人合照 是不是也可以单人或者双人 来一些照片 大家都好互相谦让 真的 我现在远看 我就感觉太帅了 走过来这压力还蛮大的 好 有请三位来到我们圈圈 欢迎三位 欢迎三位 欢迎你们 那先跟大家来打一个招呼吧 哈喽 那个电视机前 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吴磊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兴月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高琛 欢迎三位 我们知道其实剧中 所有的斯诺克进球 都是由演员亲自来完成的 没有用替身 我记得吴磊有一场是长台 一杆打147 那个画面拍了有38次 那如此魔鬼式的拍摄 会不会影响你在演技上的一些 心态和节奏呢 没有打成147 那个太难了 那个真的只有职业选手才可以 但我当时拍摄的时候 并没有感觉到拍那么多次 因为沉浸在拍摄当中 我感觉那个时候 就只想把那个球打进 完成当时的表演吧 并没有在意那些次数 当然拍那么多次 耽误了剧组同仁们的时间 真的很不好意思 但我相信在那个时候 也是剧组的工作人员们 一直给我耐心吧 陪我完成一个又一个镜头 非常感谢 今天没能到场的主创 我感觉这么长时间 你肯定现在也是一个 半职业的踏球选手 我也特别想问一下星月 星月 我听说 你是一个00后的演员 那你饰演的是一个 大舅哥的形象 而且很多你的粉丝都说 你是小孩哥暴改大舅哥 那我很好奇 你是怎么把握好 就是你演的这个年龄 和你实际年龄 有出入这么一个问题 我其实是很紧张的 包括我们第一次 在芬兰的时候拍的时候 那一场戏 我也是卡的 是我们三个人 卡的特别 在那公寓里面 卡的特别久 然后也是现场吧 也是导演 还有他们 我们在那儿 所谓工作人员 帮助我去完成这个角色 就是也是给予了 就不光是打球 也是在演戏的过程中 也帮助我去完成这个角色 无论未来有没有什么 更想尝试的角色 或者说现在有没有进到组里 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吗 最近在宣传新戏 正在跑草木人间的路演 未来想要挑战的角色的话 我也不知道 其实主要是还是看剧本 没有说特定的人物类型 主要是看剧本吧 那有新剧 要来我们东方文视播好不好 大家一起期待 好吧 OK 谢谢三位 请到我们的品质打卡点 继续今天的品质之旅 谢谢 好 现在让我们把镜头 切到品质打卡点 一起来看一下梅花红桃 关小彤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 特工任务剧组的演员 王立坤 当代国安题材 反叠都市大剧特工任务 于2023年9月登陆东方卫视 很多观众都被剧中 赛博朋克的游戏设定而吸引 从而伴随着我们的主演一起 陷入一场现实世界与网络世界的双重反叠故事 那我们先请立坤在签名板上留下自己的姓名 我觉得今天王立坤老师特别像一只美丽的天鹅 天蓝色 优雅 优雅 再给媒体朋友一些时间拍照留念吧 拍照留念 美丽当然要多走两次 大家才能看到 对不对 我们可以各个角度各个方向都留一些 那现在有请王立坤老师来到我们身边 欢迎 欢迎 又是一位仙气飘飘的大女主 那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演员王立坤 那其实我们知道您已经不是第一次出演别战剧了 其实演过很多很多 也是您主演的吴坚 在去年也是三月份的时候 在我们东方卫视播出了 但是吴坚这部剧是放在了抗日战争时期 那这次特工任务是放在了都市生活当中 那您觉得这两个角色 哪个更驾轻就熟一点 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不同年代 肩负着不同使命的一些人吧 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时期 都有一些人在默默地付出 值得我们去铭记他们 那觉得哪个角色会更有挑战一点 我觉得不能说哪个角色更有挑战吧 我觉得他的年代背景和他的一些职业属性是不同的 那接下来如果继续出演别战剧的话 会想要有哪些方面的突破吗 其实演员一直都希望在角色上寻找一些突破 我觉得但是要看机遇吧 好 谢谢王立坤老师 好的 谢谢立坤老师 请到我们的品质打卡点 继续您今天的品质之旅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演员是白宇 《现实主义力座龙城》于2023年4月在东方卫视黄金档播出 本剧与郑须绝与唐姐妹的成长作为主线 在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之下呈现出家人 彼此依靠互相羁绊的故事 在这部剧中 白宇奉献了被网友称为满极演技的精彩表现 在与众不同的魅力背后 蕴含着相当出色的爆发力和感染力 哇 现场粉丝好热情 欢迎白宇老师 欢迎 欢迎 先给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白宇 白宇老师就是您近些年来演了一些剧都是一些虐心的角色 包括这一次的郑熙绝 你的很多粉丝朋友都说 有一句话特别主播要托给你 就是郑熙绝你要对自己好一点 你有什么想对粉丝朋友们说的吗 会的 郑熙绝会对自己好的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对自己更好一些 那白宇老师 未来还有没有什么想尝试的这个角色的模式 不再虐心了 其实没有尝试过的角色都想去尝试一下 记忆还很多 好 我们期待明年再与你相聚 请到我们的品质打卡点继续今天的品质之旅 好 那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谁呢 让我们一起来把镜头放在红毯上 向我们走来的是跨国界现实主义燃情剧 欢迎来到麦乐村的各位主演 张雨琪 丁永黛 刘冠玲 何洛洛 天使 欢迎你们 欢迎来到麦乐村于2023年11月在东方卫视首播 该剧以文化细节雕琢现实剧作 以诙谐笔法切入真实生活 谱写了中国圆外医疗队在非洲 就此扶伤与当地人民建立深厚友谊的大爱之歌 那我们先请各位在签名板上留下姓名 这部剧的部分场景呢是由剧组远赴坦桑米亚进行实地拍摄的 这也是中国电视剧史上难得一见的大规模覆外合作拍摄项目 真实呈现了非洲当地的风土人情 描绘中非文化交流碰撞的美丽画卷 那大家签完名也不要着急 我们可以留在前面留期合影 一起来打卡2024电视剧品质盛点 我们有合影也可以单独留下一些照片 粉丝朋友们太热情了 对 好的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身边 你好 你好 欢迎老师 欢迎欢迎 你好 你好 从非洲来的朋友们 各位能不能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等一下 我觉得既然这个剧组这么特殊 有傅飞拍摄的经历 那是不是得用特殊的方式来打招呼 可以吗 各位 好 那要不一起用非洲当地语言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好 三 二 一 这是什么语言 一下子把我们问倒了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欢迎来到麦乐村 欢迎来到麦乐村 怎么天使的中文好像比我还要好啊 我压力现在有点大 对 我之前在自媒体上刷到天使的时候 我就觉得真的 你还会陕西化是不是 展示一下 好吧 展示一下 就是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那是假设 你别看我长得很 就是我在陕西比赛很 那个意思 恶地神呀 太像了 雨晴老师和冠联老师 你们是当时亲自飞往了非洲去拍摄 那么在非洲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我觉得我们整个拍摄都非常的顺利 然后大家也都非常的就是很开心 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在非洲 所以其实是个很难忘的 困难谈不上吧 我觉得能够走出这一步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拍摄 那一开始适应那边的气候条件和生活吗 还好 我们去的时候 是当地的秋天 20度左右 就还挺舒服的 就是去的时候 就跟雨晴讲的一样 是一段很难忘的旅程 而且我听说塔桑尼亚 野生动物特别多 我们没有去到那边 没有 因为它很大 对 到那边就是 主要就是很想家 是吗 就想回国 主要是想中国的美食吧 刘老师 一部分 一部分 在那儿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 丁老师 我没有去 对 你们去 下次有机会再去 那我想问问 当时是去那儿之后 落地适应了一段时间才拍吗 还是直接落地就开始拍摄了 其实我们从飞机上面 就已经开始准备拍摄了 因为我们一路在飞机上面 就开始大家就在聊天 然后聊剧本 下飞机之后 基本调整了一天吧 有吧 有 然后大概就开始了 对 然后也没有觉得很辛苦 因为那边的自然风光特别美 就大家就是边拍摄边欣赏美景 所以也就像个度假一样其实 很快进入状态了 那接下来我想问问丁老师 其实大家现在粉丝都称呼您是 巨抛脸的老戏骨 没有 没有 大家对您评价特别高 那您这次跟着年轻的演员一起 有没有跟他们分享一些自己拍摄的经验 首先谢谢大家对我的认可 能够就是说得到大家的认可 我觉得我跟这些年轻演员在一起合作 也是他们帮助我 成就了我吧 我也真的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重要的是他们也给了我很多 充满活力的激情 谢谢他们 丁老师真的好真诚 问完了咱们的前辈 还有洛洛 这一次跟着这些前辈 有没有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 学习到非常多的表演上的知识 对 期待你能够带给我们展示一些新作 好 谢谢 最近备受关注 好的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品质打卡点 继续您今天的品质助理 好的 老师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好的 现在把我们的镜头转向我们的品质打卡点 一起来看看上一个剧组的精彩表现 太美了 那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电视剧不完美受害人 让我们一起欢迎各位的到来 欢迎 不完美受害人于2023年7月在东方卫视播出 该剧从法律案件切入 深层刻画人性 传递关怀力量 也从侧面展现出来司法体系的进步 那我们先请各位在签名板前打卡留念 凭借着对新时代社会话题的犀利洞察 以及众多实力派演员的云集 不完美受害人也从各类悬疑剧中脱颖而出 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 那我们留一些时间给媒体朋友拍照留念 这个剧真的还蛮费脑子的啊 我感觉这个很有社会价值 大家站在一排 我觉得各有各的英姿和洒爽 不然怎么被称为是娘子君嘛 那我们现在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身边 欢迎各位 好的 欢迎各位 可以从李小姐那边拿一下话筒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老师 欢迎各位老师 那我们先请大家每个人 跟我们来打个招呼怎么样 先从男士开始吧 大家好 我是演员黑泽 我在不完美受害人中饰演隐生 大家好 我是钟楚希 在不完美受害人里面饰演警察艳明 大家好 我是杨阳 在不完美受害人中担任导演 大家好 我是编剧高璇 大家好 我是不完美受害人的编剧任宝如 大家好 我是尹儿 在不完美受害人中饰演迷茫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 其实今天见到杨阳导演特别亲切 因为是我们钟传的大师姐 你知道吗 贾经约 真的吗 师姐 师姐好 师姐好 哎呀 好乖巧 一下子变的 没有 我刚才那么暴力了 那想先问问我们大师姐 就是您能不能来点评一下 您手下这支娘子军的表现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我们不完美受害人里边 有六个女性主要角色 那我们有六位优秀的女演员 加上我们两位优秀的女编剧 还有我作为女性的导演 那么我们这个是三三得九 当时我们得到这个阵容的时候 我心里就想到了一句话 叫观众有福了 我希望我们九位娘子军 可以为不完美受害人 奉献出最精彩的高于三倍的精彩 特别感谢导演 谢谢杨导 真的很感动 刚才提到了我们的娘子军 而且我们这一部剧 也是以女性保护题材为主的 特别想问一下影儿 包括楚希 两位娘子军 就是从你们去中的这个角色上来说 你认为你心中的女性力量是什么 我觉得女性力量就是找到自我 对 认清自己 楚希呢 我觉得是比会有更加敏感的洞察力 然后还有共情力 我用我艳明的这个角色出发的话 还有我们的灵魂人物黑泽 你在饰演了隐生 那你这个在这一部剧中有什么收获吧 我觉得首先就是很开心能参与进来 然后可以跟导演合作 还有包括训捷 学习了很多东西 然后今天也是有机会可以参加 东方卫视的这个品质盛典 也期待各位能够在明年继续亮下我们的品质盛典 谢谢各位 谢谢导演老师们 请到我们的品质打卡点继续今天的品质之旅 谢谢 谢谢各位 那现在让我们把镜头切到品质打卡点 来看一看那边的情况 哇 白羽老师手上还拿了我们的金苹果呢 这是为今天晚上做好铺垫 对 好 现在我们回到红盘 我们看到的是悬疑剧《漫长的季节》的剧组总制片人张娜 制片人卢静 导演兴爽 编剧于小谦 潘依然 以及各位主演范伟 林小杰 欢迎各位老师 漫长的季节于2024年3月 在东方卫视播出 这部剧将人生中的种种不幸 磨难 爱情 友情和亲情 展现的淋漓尽致 追求真理和正义 这是他正告诉我们的所有人生含义 哇 呼声好高 我们先请各位老师 在签名版前留下您的签名 各位老师请签名 各位老师先签名 各位老师 粉丝们太热情了 在剧中呢 那范伟老师和林小杰老师 所饰演的网响夫妇 也引发了观众的热议 更给观众带来非常激烈的反响 千万名之后可以把筆 还给我们李怡小姐 然后合影留念 大家一起和一个一家人的大团圆合照 对 我们可以多给媒体朋友一些时间 有大合照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留一些单人的照片 大家可以随意组合 也可以根据距离饰演的角色 范伟老师和林小杰老师的单独合影 好像让我们又回到了那部漫长的季节 两个人有非常精彩的对手气 真的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好 那现在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身边 范老师 欢迎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 刚才我一看到星岛我就知道 漫长季节为什么是一个爆款 因为就是您的发型还依旧飘逸 是 谢谢 而且我一直觉得 星岛就是您一直很有社会洞察力 从我们之前看到隐秘的角落 包括这一次漫长的季节 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剧作 我想请问就是您有什么秘诀 就是能出这种现象级的剧作吗 其实说到秘诀非常惭愧 确实没有什么秘诀 其实我们跟所有的其他的创作者 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的工作方法都是把自己 全部的投入到我们的作品里 然后把结果交给观众 如果说一定要说自己一点个人的感受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是我们是一群比较幸运的创作者 因为我们遇到了彼此 然后我们是一个创作的集体 然后集体的力量一定是大于个人的力量 更多的我相信您也是肯定是到我们的生活中去体验 才能创造这一个一个角色 谢谢您 谢谢星导 没有技巧真诚才是必杀技是吧 那其实漫长的季节呢 在豆瓣上有9.4的高分 我想问问范伟老师 那您对支持这部剧的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特别享受的话 今天可以在我们东方卫视跟大家来分享 其实我们在拍这个戏的时候 感觉到我们拍了个好东西 但没想到观众这么喜欢 比如说哪些细节呢 全剧啊 对 全剧我觉得都很好 但是我就想 我没想到观众给我们这么高的评价 我就想 我说再次感谢观众的独具慧眼 感谢你们的侯爱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也要感谢您 包括还有 而且这次您在剧当中 饰演的是王翔这个角色 而且您之前也提到 这个角色是 更像是您父亲和哥哥的一个结合体 那在饰演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 我觉得这个王翔 我头一次演年龄跨度 这么大的一个角色 然后她的心思特别重 然后她遇的事也太多 太跌宕 然后她又不能表现出来 我就觉得她挺难演的 所以在这之前 拍之前 我就弄了个小本本 我就跟导演聊 导演的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给我解答 解答之后 我就觉得心里有点 我觉得可能当时拍之前 觉得确实压力挺大 过程当中 我觉得一个一个问题 也都解决了 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当时装画的 比较时间差 花了五个半小时 卸妆一个小时 但是一步一步 我们都克服我们了 所以那时候是每一次 上镜开机 您都要花五个半小时 老年装的时候五个半小时 他也分妆容了 这范老师好可爱 包括小杰老师 就是刚才我们 您合照的时候 我就提到你和范老师 一直有精彩的对手戏 那么在拍这个 漫长季节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什么 印象深刻的瞬间 或者故事 可以与我们分享 跟范老师拍戏 包括整个这个组 很多的地方那些瞬间 都特别特别棒 你让我想的话 我觉得 太多了 第一天的戏 因为他们 我进组的时候 范美威老他们 已经开拍了 我的习惯我想 我应该有机会 跟范美威老师谈谈戏 但是我想 比如他那么忙 算了现场就现力了 第一场戏的时候 有一天那个 一场戏拍下来了 第一个镜头下来 完了新的阿姨上 说林老师 我觉得您这状态不对 对 我说不好意思 我笑场了 因为范老师他的 因为工作习惯 我们第一次合作 范老师在现场 有很多就是临场发挥 就那天打针的那场戏 医院的戏是我们第一场 完了那个医生来了 正要说 范老师打屁肢 完了那个旁边一个群演 正好回头看他 那已经开拍了 完了他说 你把头转不停 把头转不停 都开始笑了 我就开始笑 后来导演说 我说我是笑场了 因为现场 范老师的习惯 有很多那种 现场发挥的 那因为我刚刚开始 还不太习惯 后来慢慢地了解到了 工作习惯 您也放开了 对 说我早知道 我提前放开 但是呢 而且第一场戏 有很多记不记得 您吐了 我去摸您 又去给您擦嘴 我回头说 哎呦 范老师怎么想 这个林老师怎么这么过分 但是我觉得不那么演 又不是这个人物 对 反正类似这样的事情 很多 但是每一场戏 演完了之后 跟很好的对手 很好的单位一起合作 都很享受 戏里戏外 都是很有爱的一家人 对 所以非常非常感谢 漫长剧组给我的这个机会 所以感谢给我这么好的对手 感谢这么好的导演 更感谢所有的观众们 喜欢我们的戏 谢谢 谢谢林老师 再次感谢各位演职组的朋友们 我们到品质打卡点 继续您今天的品质之旅 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 各位老师真的太可爱了 而且很真诚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剧组之外 和拍戏期间的一些细节 那接下来 我们要走上红毯的是 年代情感群像剧 《南来北往》的剧组出品人 邹文 总制片人 王小燕 导演刘章木 主演白敬廷 丁永黛 金晨 刘冠玲 江妍 李乃文 欢迎各位 电视剧《南来北往》于2024年2月 登陆东方卫视 该剧通过一列火车的人生百态 一群邻里间的人情冷暖 见证伟大祖国的革新与发展 我们先请各位千名留念 哇 现场粉丝呼声好高啊 一列火车的人情冷暖 同时呢也是新老两代铁路干警警魂精神 心火传承的故事 听完之后可以把签字笔 还给我们李怡小姐 在签字版之前合影留念 我们可以多给媒体朋友一些时间 我感觉现场氛围特别好 让我听到粉丝们的声音好吗 大家的呼声在哪里 大家的呼声在哪里 好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老师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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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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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们再留一张大的罗照 还没拍照呢 精彩的瞬间一定要记录下来 我们可以多拍一些 好 谢谢 刚才漫长的季节是一个很有爱的剧组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爱 那个爱都快溢出来了 我们多留一些时间 好 让我们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身边 欢迎各位 有请 欢迎各位 欢迎大家 可以从李怡小姐那边拿一个话筒 欢迎各位 欢迎 小老师 欢迎 欢迎 你看看 又见面了 好 拜拜 好 拜拜 欢迎大家 好 我们不着急 不着急 慢慢来 买文呢 那我们首先欢迎各位 请大家依次打个招呼 怎么样 好 从我们左侧开始吧 大家好 我是南来北网的出品人周文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南来北网的总制片人王小燕 谢谢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南来北网的导演刘正牧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南来北网的演员丁永代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南来北网的演员白晶琳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南来北网的演员金陈 大家好 我是南来北网的演员刘冠林 大家好 我是南来北网的演员江妍 大家好 我是南来北网的演员李乃文 天哪 这个剧组真太欢乐了 我有发现他们每个人在打招呼的时候旁边的人都在偷笑 都在笑 我也不知道他笑什么 老师您在笑什么 欢快在一起说 欢乐去做 南来北网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年代剧 而且剧当中有非常多的喜剧元素在里面 特别是丁老师和静婷这一对师徒 其实有非常多的欢乐亮点 那我想先问问丁老师和静婷 你们在戏当中发生的一些亮点片段 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化学反应 还是编剧的一些想法 我纠正一下 那个静婷演员我女儿 演员我徒弟的是白静婷 对 我说的是静婷 OK OK 我过了 师徒俩 师徒俩 首先应该感谢编剧老师高满堂 给我们写出了这么优秀的剧本 写出了这么多人物 都有声有色的 尤其在我和徒弟 白静婷演的这个角色 还有演女儿的 这个人物设定上 让我们之间产生了 能够产生很多火花 我觉得运气好吧 能够融入到这样一个团队 因为跟这么多优秀的演员 在一起合作 也是就是说得 也成就了我扮演的这个马魁吧 感谢 能够得到大家认可 我谢谢他们 他们帮助了我 感谢 谢谢丁老师 小白呢 那京婷呢 京婷呢 我师父说的都对 你在这个剧组里边 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体验 可以给我们分享大家的 那体验老好了 有有过好 整个过程都非常的幸福欢乐 然后每天到现场 都是元气满满 尤其是看到我师父 看到就是各位合作的同事 都特别有能量 我感觉今天大家也是元气满满 那跟师父之间的这些 有趣的亮点片段是 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化学反应吗 有自然而然的部分 然后也有是我们故事本身 庞家阁很好 对 都是在这角色的基础上 现场演员 导演 玩了每天的不断的碰撞 应该说集体的智慧 成就了每个角色 谢谢 特别好 师父说的对 师父说的对 我特别想再问一下 丁老师的女儿 金城老师 对 你看你本来就是一个舞者 我这里要考你了 假如说你人生中 最重要的两个男人 一个是你的丈夫 一个是你的父亲 他最终 那假如说让你去和他俩跳一支舞 你会分别选择什么舞 天哪 那我跟我的丈夫 就是跳东北二人转比较合 东北二人转 嗯 然后就是这种比较接地气 我跟我爸爸呢 就是来段孔雀舞 因为那个戏里面不是 他这个手是老虎钳子吗 然后这样也有一些反差 那还有一个问题 你不能光说 就是你和你的丈夫 和你的父亲 能不能给我们各摆一个姿势看看 这段没排过 没排过这才好嘛 就是刚才提到你和小白 你说你俩是东北二人转 摆个姿势 那来一个 来一个 整一个 那就 好 自己演上了 那丁老师 孔雀舞 果然爸爸都是最丑女儿的 特别好 画风都不一样 那接下来我想问问江颜 江颜在剧中饰演的是列车上的一个广播员 那其实当时你找这个角色的时候也是专门研究了一下广播员的播音方式 那这次能不能用剧当中这个摇的这种播音枪跟我们大家来谈一谈今天来到我们电视剧品质升典的心情 摇的声音啊 对 李克同志们 哇 跨越时代的播音枪出来了 不要插嘴 好的好的好的 南来北往次列车已经出发了 终点站品质盛典 希望大家准时收看摇摇领先 太棒了 太好了 天哪 我一定要私心说一句我特别特别喜欢你 谢谢 谢谢 那我现在要先问一问站在摇旁边的牛大力 好 能不能用大力评价摇的方式来点评一下刚刚江颜的这一段播报 老好了 真的也老好了摇啊 是不是也配上些 配上些眼神呢 是纯爱战神呢 可是 就是 插插插 插插插 就是我都不敢看他对 怕难以自拔 今天这个剧组牛大力的情敌好像也在 是呢 我们姚儿可是站在中间了 乃文老师 对 这个站位就有安排了 是是是 我是上边站 尤其是我得离马奎远点 我怕他疼 是有说法的 对 乃文老师您能不能用甲金龙的方式在表达一下对这个姚儿的感情呢 刚才牛大力说了姚儿的声音老好听了 无法自拔 用甲金龙的话讲姚儿的声音好不好听 他都爱他 都爱 这就是甲金龙对姚儿的爱 最真挚的爱 太刻意人了 太刻意人了 哇 这真的是最近很火的那一句 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好 是因为你是你 对 姚 我这里 我不是说拉偏向 你更喜欢这两位谁的点评 怎么非 别太刻意人了 乃文老师你要拉票了 不要拉票 我喜欢太刻意人了 都不喜欢 这一次乃文老师来也带着我们一个大剧三大队 你是其中的二大队的队长潘大海 对 那你能不能用潘大海的口吻或者这个表现力 给我们东方卫视的朋友们表达对他们的喜爱 这太分裂了 对 再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三大队为什么没来 反而我一个二大队来了 是因为三大队的人都被开除了 都 我还以为都去执行任务了 然后呢本来我可以代表三大队一个警察 对吧 跟这个勇戴老师咱们小白咱还是同事呢之前 然后呢他们说 非得让我以一个毒贩子的身份走地毯 所以我也答应了 在这里呢 我也代表三大队的所有主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的喜欢 感谢 也要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老师 奉献上精彩的剧目 下面请各位到我们的品质打卡点 继续今天的品质之旅 谢谢各位 也欢迎各位 关注南来北往 关注三大队 关注东方卫视品质盛典 那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 电视剧梦中的那片海主演 李庆让我们一起欢迎 李庆 欢迎李庆 青春励志情感剧梦中那片海呢 于2023年6月在东方卫视播出 讲述了年轻人的奋斗日程 也展现出了平凡人 跨越几十年的理想情怀 勇敢追梦的成长故事 自拍开嗨播之后呢 梦中的那片海收视率 和热度持续拍升 青年奋斗的群像 更是引发了大量观众的 共鸣与讨论 我们多给媒体朋友留一些时间 好 欢迎李庆来到我们身边 欢迎李庆 先给我们东方卫视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谢谢 我们太热情了 东方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李庆 很开心可以来到今天的品质盛典 李庆老师在我们这部剧中 演了一个书库女孩的形象 很多网友当时都说 他们说童小梅看起来是这样的 但其实是一个外冷内热型的一个女孩 那她的性格和你现实生活中的性格符合吗 一半一半吧 也就是说其实你也是有点外冷内热 其实童小梅她表面非常的内敛安静 但是其实内心非常有力量 我觉得你刚刚从童小梅那边走过来之后 我就看到就好像童小梅 从萧春生的身边 从她那种爱慕的眼神中突然出现了 那你觉得童小梅 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力量 女性力量 我觉得她身上有一种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温柔的力量 也是很厉害的 我觉得您说的这一点也是 您现在身上有的力量 也是您带给粉丝和观众朋友们的 那我们谢谢李信 再次感谢李信 请到我们的品质打卡点 继续今天的品质之旅 谢谢 那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 国内首部反传销题材电影 草木人间的主演 吴磊 蒋勤 陈建斌 让我们欢迎三位 欢迎三位 草木人间电影讲述了 吴磊饰演的大学生何慕莲 在发现母亲吴苔花 身陷传销泥潭时 舍身救母的故事 那我们先请三位 在签名板前 留下自己的签名 哇 现场粉丝的呼声很高啊 很高啊 那我们给媒体朋友一些时间拍照留念 我们可以有一些合照也可以留一些单人照片 好 现在有请三位来到我们身边 欢迎三位 有请 先跟我们东方卫视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吴磊已经走过了 东方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陈建斌 我是陈建斌 东方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磊 欢迎三位 蒋老师通过这个草木人间这一部去拿下了 第17届亚洲电影大奖的最佳女主角 首先要恭喜您 在这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 草木人间这一部电影什么时候上映了 谢谢东方卫视的邀请 也谢谢东方卫视给了我们这个平台和时间 然后我们这个电影呢 是在4月3号上映 然后现在呢已经开启了预售 而且票价很便宜 只要19块9 所以你现在买票就特别的划算 太幽默了 蒋老师 陈老师就腰呼一下 现在就买吧 现在买便宜 4月3号草木人间全国上映 我们大家一起期待 果然是有备而来啊 突然就掏出了这个字幕条 蒋老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您饰演这个吴台花这个角色 您是做了哪些功课 让他这么生动传神 就是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 在导演喊开机之前 我会做准备 等开机之后 就是吴台花带着我走了 对 就是戏里的人已经变成了你自己 你自己也变成了吴台花 那今天吴磊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红毯了 想问一问 这次跟蒋晴晴老师饰演母子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怎么说呢 就是幸福的时候就是在天堂 痛苦折磨的时候就是在地狱 这就是我在草木人间里 跟晴晴姐搭档的感觉 那我听说好像你们对台词 都是用四川话说的 四川话 那现在 能不能展示一下 你的四川话水平 你觉得现在能打几分给自己 我觉得及格线吧 我觉得还是谦虚了 还有建平老师 建平老师刚才我们刚问了蒋老师 就是她已经把她自己 化作吴台花了 然后演完这个草木人间之后 您对您的太太感觉有什么 生活中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她还是那个她 她把那个吴台花留在荧幕上了 我觉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就是我们创造完一个角色之后 这个角色就永远地留在了荧幕上 留在了观众心里 而演员呢还是她本人 这是为什么演员这个职业 有魅力的一个地方 没错 没错 还有老师就是您之前那个电视剧 《陈锋十三仔》也上映了 那您其中是一个 对一天对地对空气的一个角色 那您在现实生活中是这样的人吗 很明显我不是这样一个人 我是那个在家里是那个被怼的对象 所以呢 因为我是这个 所以我就观察了很多这个蒋老师 他是怎么怼我的 就把他放到了那个角色身上 所以演起来就觉得那么容易 那么驾轻就熟 有时候我也觉得为什么我那么容易长 后来我看到蒋老师之后 我就释然了 就是蒋老师就是我那个人物的原型 没错 三位都太可爱了 这就是艺术 艺术来源于生活 好的 请三位到我们的品质打卡点 继续今天的品质之旅 谢谢三位 那接下来也让我们把镜头切到品质打卡点 我们来看一看南来北网剧组的合影 刘念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特工任务剧组的另一位主演 李一彤 当代国安体惨反叠都市大剧特工任务于2023年9月登陆东方卫视 那很多观众也是被剧中非常赛国朋克的游戏设定而吸引 那我们先请艺术在签名板上留下自己的签名 我发现今天只要饰演特工的这几个女演员 回来都是仙气飘飘的 我们再给媒体朋友一些合影留念的时间 合影留念的时间 艺术 好的 欢迎艺术 欢迎艺术来到我们身边 欢迎 我记得艺术去年也在我们品质盛典的舞台说 太向演反派了 今年是不是如愿以偿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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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而且艺术在剧中饰演的那个瑶瑶 她是一个挣扎在爱和正义之间的 但是周围的人却都是人均800个新眼子 你是怎么平衡好这个角色的复杂性 我觉得就是要告诫大家 头脑要清晰一点 不要沉浸在虚拟世界里面 而且要做一个冷酷的特工 对吧 我知道 好的 谢谢艺术 请到我们的品质打卡点继续今天的品质 谢谢 那接下来让我们把镜头切到品质打卡点 那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电视剧《不完美受害人》的主演 林允 董洁 让我们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不完美受害人》于2023年7月在东方卫视播出 该剧从法律案件切入 深层刻画人性 传递关怀力量 也从侧面展示出了司法体系的进步 那我们先请两位在签名板上留下两位的签名 留下两位的签名 然后我们给媒体朋友一些拍照的时间 两位可以有一个合照也可以有单人的照片 好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身边 好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身边 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好的 好的 那我们林允也留下单独的照片 好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身边 欢迎二位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欢迎欢迎 杨子军后来剧上的两位 刚才我们问了另外几位杨子军 就是在整部剧中 你们也是一个女性保护主题为主 那么从你角色的角度出发 你认为真正的女性力量是什么 我觉得真正的女性力量就是 一定要勇敢发声 勇敢说不 我觉得女性的力量也是一种 对自我的认可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谢谢 那我们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二位 谢谢 解到我们品质打卡点 继续今天的品质之旅 好 那我现在让我们把镜头 切到打卡区来看一下草木人间剧组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 我要逆风区的两位主演 龚俊 钟楚希 欢迎两位 欢迎 电视剧我要逆风区于2023年4月 登陆东方卫视东方剧场 这部剧讲述了互联网家时代背景下 民族品牌不断破局的地质故事 我们先请两位留下签名 两位主演在剧中 以新时代的不屑前行 诠释出美好的情感内涵 也为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感动 那我们给媒体朋友一些时间 留下这个难忘的时刻 粉丝们真的太热情了 哇 现场真的好热情 我们也可以单独有自己的照片 两位可以单独自己留一些合影 好 那女士优先 好 有请龚俊留下自己的照片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身边 欢迎龚俊 欢迎龚俊 又见面了 欢迎两位 好 先给我们东方卫视的粉丝朋友们 打个招呼吧 你好 东方卫视的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钟楚希 在《我要逆风》剧中 饰演江湖 你好 东方卫视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龚俊 在《我要逆风》剧中 饰演的是徐思 楚希在剧中扮演了一个 国货复兴女强人的形象 江湖 她在剧中是一个非常倔强 而且还是一个很好胜的女强人 那么你觉得她和你的自身性格像吗 可能多少会有点像吧 比较倔 然后不认死理 然后可能行动力比较强 特别好 我听说楚希 当时是看到这个角色 就说太像我了 我一定要演是这样吗 一定要打下 是吗 对 是因为我被这个角色身上的 一些魅力所吸引 那可能站在您旁边的龚俊老师 我觉得好像性格上 就有一些些反差是不是 不见得了 我觉得龚俊老师在剧中 饰演的这个天才投资人 有点发面玲珑 甚至可以说是精明算计 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之前龚俊在我们东方卫视 极限挑战当中 他真人的性格是很真诚的 对不对 而且有一点点 嗨 是不是 那想问问龚俊老师是怎么样 克服这种性格上的反差的 其实这个角色和本人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在饰演的时候呢 努力地往回掰 尽量演得像这个 咱们这个投资人嘛 对吧 有一场冷静的头脑 就比如说今天啊 我来到咱们的品质盛典 然后呢 哥哥们在几条 都已经到墨河了 我看他们在那个群里面 说他们吃了那个铁锅炖 今天晚上还要坐绿皮火车的 就等你了 怕是赶不过去了 没关系 尽力赶 好吧 好 现在有请两位 到我们的品质打卡点 继续今天品质之旅 谢谢 谢谢两位 那现在让我们把镜头 切到品质打卡区 一起来看看 依童 现在来到红毯的是 电视剧《繁花剧组》的制作人 彭启华 以及各位主演 胡歌 唐嫣 清直磊 董勇 陈国庆 陈龙 佟陈杰 还有我们的范大将军 范志毅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 由王嘉卫导演指导 以金玉成矛盾文学奖 同名小说为基础 改编的电视剧《繁花》 展现了20世纪90年代 互上儿女的奋斗故事 与社会风貌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 我们的老朋友又相见了 那我们可以先请各位 在签名板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先请各位在签名板上 留下自己的名字 可以在李懿小姐那边 领取签名笔 《繁花》呼吁版自2024年1月 在东方卫视黄金时段首播以来 观众热议也是无数 更是引发了繁花现象 那我觉得繁花作为年度爆款 已经不需要过多赘述了 作为上海原创 上海制作 上海出品的代表性作品 那今天走上品质盛典舞台的繁花 也是让大家倍感期待的 我们可以多留一些时间 给媒体朋友拍照留念 我相信观众朋友们 也是翘首以盼繁花剧组了 有合照 那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单人照片的 好 那现在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身边 欢迎各位 有请各位 欢迎 欢迎各位 来来来来 有请各位 来到我们身边 有请各位 那既然是我们繁花剧组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用上海话 跟大家一起来打一个招呼 怎么样 好吧各位 准备好了 咱们就说东方卫视的朋友们 大家好 好吧 OK 来 3 2 1 打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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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亲切的打嘎好啊 那首先我们还是要 恭喜胡歌又喜提了 人生经典角色保总 那我想问问 现在生活当中 大家是称呼您保总更多一点 还是直接称呼您胡歌更多一点 那不应该问我 问我干嘛呀 问我干嘛呀 老是 问我干嘛 老小姐 胡宝 胡宝 我肯定是不知道的 把我抓了 不能抓 把我抓 把我抓 把我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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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叫我胡歌了 果然是保总啊 一来直接抢了我们主持人的饭碗 完了我这就要下班了 那想问问胡歌老师 那您觉得接下来 还要通过什么样的努力 才能够超越保总这个角色呢 大家共同努力吧 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 因为保总也不是我一个人塑造的 团队的力量 对 问完了保总 我要问一下汪小姐 汪小姐 听说你是花了整整三年 一直在繁华剧组 你觉得值得吗 当然值得 当然值得 是任何时候问我 我都会这么回答 那你觉得现在 红口小汪这个标签 是不是已经和你的生活 融为一体了 我觉得在过去的三年 我就是红口小汪 就是红口小汪 对 我刚才过来就真的发生 那些人叫包总汪小姐 对 我看到唐唐走过来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汪小姐 从电视剧里向我走来 对 谢谢 接下来我想问问 辛吉磊老师 您形容李李是北方的蜡梅 对吧 然后我看有网友形容您 是荆棘里的玫瑰 那您会用一朵什么样的花 来形容自己呢 荆棘的玫瑰吧 黑玫瑰 为什么是黑玫瑰呢 还要强调一下 这个是那个上一次我们参加那个 那个一个活动时候保总给的 他觉得应该是这样 你问保总吧 保总定义 问我什么 保总有没有认真听啊 就是为什么要 黑玫瑰 为什么是黑玫瑰 神秘嘛 神秘 对对对 而且 的确就是辛吉磊塑造的这个 李李这个角色 带给人一种张力 除了有戏剧的张力以外 就是还有一种就是神秘的力量 让人感觉意犹未尽 那我下一个问题可能有点拉仇恨啊 现在汪小姐和李李都站在这边 你这样说不会得罪汪小姐吗 不是 不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得罪汪小姐 我不知道你这个问题的 挖的坑在哪里 其实就是想问问保总心里更有谁嘛 对吧 就是因为汪小姐不是黑玫瑰嘛 汪小姐也是粉玫瑰嘛 我记得 都是玫瑰都很浪漫 家里有不同的话 我也要问一下 不是家里的 他们不是我家里的 好的好的 保总成亲了 请进一下大家不要误会 我也要问一下范将军 范志毅老师 我听说胡歌老师也是我们上海生花的球迷 那你们在拍摄的间隙有没有聊足球呢 聊了 聊了 就聊什么 有个神光场的 给马鸡腿 那时候记得记台词了 聊什么一下子忘了 有两只酒嘛 反正经常聊 对 反正经常聊 但是真看 胡歌老师 假如说让你来点评一下范老师的这个演技 用一个词总结会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我的偶像 我少年时的偶像 范大将军如果当年没有选择足球这个职业 如果当演员的话 我觉得他依然会成为范大将军 当然是范大将军 那范大将军 如果你点评胡歌老师的足球技术 你会怎么说 我觉得这是上海话里最高的夸赞了吧 那接下来我要问问我的浙江老乡董勇老师 您饰演的范总在剧中有非常多令人耳熟能详的口头禅 其中有一句叫大家都似朋友 那这个杭普的神来之笔 您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杭州话的朋友叫榜鱼 你要把它说成杭州普通话 那就是大家都似朋友 都似朋友 要把口腔打开 是不是 我们剧中还有两个灵魂人物 除了老师之外 还有阿庆老师 还有佟晨杰老师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们演完《繁花》之后 生活中有没有出现什么变化 你先 我先搞 你问什么东西 就是在生活中有没有人见到您 就说你是那个 好像播的时候有的 叫我葛老师都有的 但是上海人 大多数的人都叫我阿庆 很亲切阿庆 阿庆老师 因为阿庆陪伴我 已经二十多年了 对 葛老师好像陪伴我 这两个多月 是的 葛老师 我觉得生活中最大的变化 就是我现在出去吃饭 基本上饭店的经理 都要跟我合个影 你是一个饭店的代表 对 我就是业界翘楚的感觉吧 对 谢谢 是 这种宝总经理出门都要有合影 是这个意思吧 差不多 那最后我要问问 宝总的真爱 淘淘 其实 陈老师已经不是第一次 跟虎哥老师合作了 是恩搭了 但是是第一次用互语来合作 对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没啥特别 就是 不够 还不够 还没搭够 还不够啊 对 算上一路前行第六次了吧 还不够还不够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期待下一次 当然可以 我自己也很期待 那下一次还要来我们东方卫视播好不好 就是用上海话 就是有应该 打击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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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击打车意思就是 我们搞不清楚是在戏里还是戏外 对 就把日常生活当中 不要分清楚 兄弟的沟通的方式 直接带进了剧当中是吧 好的 再次感谢我们的繁华剧组 请移步到我们的品质打卡点 继续今天的品质之旅 好 好 谢谢繁华剧组 谢谢各位 也欢迎大家关注繁华 关注上海 关注2024电视剧品质盛典 这里是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 独家冠名播出的百岁山2024电视剧品质盛典红地毯仪式 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 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电视剧新浪电视 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好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各个剧组已经集结完毕 会剧那场万众瞩目的品质盛典 将会在上海前滩三一拉开序幕 那究竟2024电视剧品质盛典 各项荣誉都会花落谁家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观众朋友们晚上见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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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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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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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